台中县一名国小女童日前放学搭母亲的机车回家 结果就在校门口前的十字路口 女童突然从机车摔路到地面上 被正要右转的沙石车当场碾壁 警方雕跃监视器画面 发现原来是女童的书包 被沙石车的保险感勾到 才会跌落机车发生不幸 事故的地点就位在女童放学的学校门口 当时就读国小五年级的王姓女童 由母亲骑车接送放学 结果在校门口前的十字路口 机车正要起步 女童却突然跌落地面 被正要右转的沙石车当场碾壁 警方根据现场的机证 也判是沙石车的保险感勾到女童书包 导致女童掉下机车 事实上这个路口十分开阔 车速相当快 经常发生弃机车争道的情形 不少接送学生的家长 也都尽量避免行驶这个路口 对啊 都尽量靠边啊 靠边 对 目前市工所已经决定 透过车道分流来改善交通 警方也呼吁机车驾驶 要注意后座小孩的随身物品 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我喜欢这种俗路口的车道 稍微轻动 我们下来就会把水道发生 一终的简单